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說的話 又是關於這個阿Ash 這個全民造星4的阿Ash 這個月突然 被他台灣的前夫 踢爆 原來他們已經離婚了 再加上張天婦走超市 很多負面新聞 令到他人切崩壞 不過前日 就是這個女團的出道日 大家都猛中期待 阿Ash 在他的社交平台更新了個人資料 表明他是ViuTV的藝人 即是已經簽了 潛水多日的他 終於願意更新了IG 在限時動態轉發了一個帖 寫著 你會找回那個燦爛的自己 就叫做勉勵自己 有網民認為 他是為了重返幕前的帖路 但也有很多人 繼續罵爆他 表明說 會霸看將來有他粉的節目 就說不要啦 如果ViuTV真的找他拍節目 一定不會看這樣說 跟他也是很大售口 可以見到 我覺得 人總會做錯事 其實他很小 好像二十三還是二十四歲 即是 做錯決定是很正常的 即是一個普通人 上一份工作 你下這些決定 下錯也很合理 即我又不會叫人 以後別做了 我又不會的 但你說謊這些 其實很多事 謊很多人都會說 但你說謊是應該用下腦 即是你離婚便離婚 即是你不用在訪問那裏 說到 哎呀老公好好 好支持你 真是沒必要的 即是我呢 有看回你的訪問 你出了事之後 那我覺得你真是好人假 即是不用出些帖 假裝到和老公還很好 即是有些事 只是包不住火 即是有些事是沒得騙的 即是稍為肯用下腦 都會知道這些謊話是會穿煲的 那明天就不要再說這些 這麼暗糕的謊話 因為真是沒必要 人呢 不一定要包裝到自己所有事都好 好好完美 才有人喜歡 即是我相信你本身那群粉絲 不會因為你和你老公分開 就不喜歡你 反而現在你是一個謊話 跟一個謊話 更加令人討厭 即是最大的問題 不是你是不是離婚 其實是沒所謂的 有什麼出奇的離婚 結婚就離婚 很正常 這些不適合就離婚 是吧 但你一個謊話 跟一個謊話 就真的很令人反感 即是如果你一開波是離婚的 大大方方說 哎呀離婚了 即是我相信 無論是後面MC的東西 或是網民的反應 都不會去到這麼激動的 也都不會有這麼多人這樣吵 即激動是因為覺得 自己被人騙了 即是看訪問也好 看你說話也好 即是一路都是說 我跟老公好好 多謝老公 如果沒有老公 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這樣 但轉個頭 就離婚 那是怎樣 即是當網民是按鈎仔 即是可以隨便騙 即不是這樣 那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至於你說 MC平安夜那裏 之前我都出了幾集節目講的 那我就不打算追擊 這個位 那反而MC的臭小子 又多過癮 張天賦 在自己IG那裏 出了個限時動態 就自己抽自己水 就自己走回超市那裏 買東西 去那裏 那我覺得挺好 這個態度 即是懂得開玩笑 挺有幽默感 那我覺得 Ash最重要的 就不是那些什麼 就是找回燦爛的自己 而是你要面對真正的自己 即是你說謊的目的是什麼 你想騙夠觀眾 騙夠網民 還是你想騙夠自己 即是想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不是靠包裝 即是包裝這些 包得一時 包不得一輩 除非你真的很厲害 如果不是你包不了多久 總有一天會穿的 那我覺得最基本 是要面對自己 即是你問自己 為何這麼多謊話 為何這麼喜歡裝東西 裝叉燒 那最後 就是裝不罷體這個位 我就沒有太大意見 我就不會說霸不罷體 那見到打開電視 見到你在這裏 我又不會馬上關電視或轉台 但我不會特意追著你來看 我都不是你粉絲 所以就很難說霸不罷體 即是你說 本來我是你粉絲 以前有你在這裏 我馬上會看 但我不是 那我很難說霸不罷體 那我只能夠說 如果打開電視 剛好 剛好 你在這裏 我不會關電視 但我不會特意見到 咦今晚有Edge看 我特意轉過去 我又不會 就是這樣 我覺得一個二十幾歲的人 做錯一些決定 搞到自己是人切崩壞 我覺得不要緊的 你慢慢找回自己 即是你一輩子靠包裝 靠說謊 不能是辦法 還要你說得不聰明 你真是說謊 你真是說謊 你這些謊 根本無得騙 你講你做甚麼 沒必要說 即是你說你說謊 說得厲害 包裝真的做得很厲害 滴水不流 那你可以繼續 請繼續 但現在很明顯 你本身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即是你本身 可能你喜歡說謊 也好 即是喜歡一個謊 我不清楚你 我不認識你真人 但一看整件事 就是你很多謊 但你說謊 是不聰明的 你說謊是好謊 那不如不要說 即是說謊 說謊說得差 不如不要說 做人坦白一點 即是你說你說謊 你說謊很厲害 可以騙全世界 那你繼續 沒問題 但如果你知道自己 現在這件事 就是很明顯 告訴你 你說謊是很廢 很垃圾 所以你是不應該說 坦白一點 坦白一點可能更好 如果你不坦白一點 一直這樣搞 都是屢死自己 你今次 我爆完這裏 原來跟老公關係 不是真的那麼好的 之前的東西是夠了 最後就是離婚 這樣 那你這裏爆了一段 那我覺得 你要吸收這個教訓 你都二十多歲 很年輕 去到他又怎樣 今集分享到這裏 沒什麼特別 說我聲音很差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睡醒 那我鼻子又失憂了 然後又停留鼻水 不知道是不是很難 希望不是 雖然說話 若感冒而已 你媽媽 但萬一 你媽媽 一檢測起來 有些人 因為我家人 有人要檢測 定期做 他們回到我的工作 他一檢測到他有 你媽媽我也收東西 到時候你媽媽 被人隔離 我不是怕病 我怕隔離 你媽媽 希望沒事 那今集分享到這裏 有什麼特別 那知道夠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